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 一个拥有大量西班牙裔人口的城市举行竞选拉票活动 共和党参议员同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马可 谴责拜登总统称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为垃圾的言论 本周日拜登与拉丁美洲公民投票团体进行视频通话 并且否认了上个周日 特朗普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竞选活动当中 将波多黎各等同于垃圾岛的言论 随后特朗普声称 他为波多黎各所做的事情 比任何一位担任过总统的总统都多 并且在2017年飓风袭击波多黎各后声称 获得了历史性的资金和一艘意料船 距离选举日还有一周 副总统哈马斯在白宫附近的椭圆形草坪上发表演讲 向美国人承诺他将努力地改善他们的生活 同时变称他的共和党对手只为自己着想 并且承诺永远地把国家置于政党和自我之上 与此同时 哈马斯还承诺恢复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的堕胎权 最高法院有三名特朗普任命的法官 在2022年推翻了联邦队堕胎的保护 从那时候起 堕胎就成为2024年大选中民主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你看到吗 Donald Trump 你看 我们知道是谁 Donald Trump 他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